路口绿灯转黄灯车辆加紧油门准备过马路 没想到这时却有一辆行驶在内侧车道的机车 突然向右猛切 导致后方骑士根本来不及刹车反应 就直接被撞倒在地 当下女骑士躺在地上赶紧用手护住肚子 原来她是一名孕妇 目击民众见状赶紧上前协助 男骑士这才发现自己闯下大祸 带你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事发在七号上午 新北市板桥四川路一段及成都街街口 而当时被撞倒的孕妇已经怀孕 三十三周月底即将临盆 好在整起事故只有受到轻微擦挫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不过男骑士为了抢灯 竟从内侧车道急切转弯 警方表示这个举动已经违规 后续也将依法开罚